海洋公園 我想最重要是四個字 就是別忘初心 當時他的角色就是要宣揚保育和教育 這個角色他一直在做 就算是未來修例 我希望這個不可能有任何字扣 海洋公園星期一公布重生科案 若要落實日後山下園區免費開放 餐飲、零售等消費設施外判尾私人營辦 涉及修訂海洋公園公司條例 因為而押公園定位和財務安排 均受到相關條例規管 定名收入只能來自門票和場內餐飲消費 不能作其他商業合作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首席港師王嘉榮 支持修訂海洋公園公司條例 直指條例對公園的營運不公平 要修例容許原方酌量作商業運作 方可以重生 一定要修例才行 因為你不修例其實他都是綁手綁腳 他在修例當中保留他原本的角色之餘 他的工作做得更加多資源 王嘉榮形容海洋公園擁有獨一無二的海岸線風景 希望透過重申方案 能夠將公園的營運成本減低 日後免費開放的山下園區 若能夠吸引人流 產生凝聚力成為地標 就可以帶動外判消費設施的營運 又建議除了餐飲和零售業之外 外判設施可以考慮包括舉辦娛樂活動 其實這些活動可以是由音樂會去到體育活動 跑步單車的比賽 全部都可以考慮 這些全部都是在香港來說 其實都缺乏場地 若果海洋公園落實轉型 將部分設施外判營運 部分現有的員工說會受到影響 王嘉榮建議可以由稍後開放的水上樂園 和日後的外判營運商去吸納 我們相信都是大概介乎 可能有千八至二千的全職員工去處理 其實未來八月份相信水上樂園會開放 那裏應該保留到一部份的職位 有一部份因為水上樂園和原區的景點 其實運作模式相似 可以找回原本的職員做得到 其實如果在將來一些外判商去運作的時間 會不會有些配套的協議 是希望他們第一時間請回海洋公園原本的員工 接收那些員工 這個也是可以考慮 我相信他們應該都有些盤算